6月的第三个星期是马来西亚的父亲节 为了增进亲子情谊 在槟城的慈禧幼儿园 特别举办了活动 让亲子共同来当厨师 其中还有父亲专程搭飞机回槟城 只为了不要错过和孩子共同过节的机会 小朋友也线上了自制卡片 卡片内容都是孩子平常观察父亲的行为画下来的 让这群爸爸看了觉得好窩心啊 大手拉小手擀面包涂上香浓的巧克力酱 为了庆祝马来西亚的父亲节 槟城慈禧幼儿园的孩子 要和爸爸一起当厨师 这还有位家长是专程从吉隆坡搭飞机回槟城 父亲节 他说爸爸要出去 和父母亲比较融洽在一起 要吃东西得先想出创意的招数 有背着有高举还有画作 现场笑声连连 不仅如此 孩子还要送给爸爸一个惊喜 这些绘本都是小朋友平常观察记录爸爸的生活 爸爸看到可是好感动 爸爸这样爱我是半夜帮他穿袜子啊 穿bamper什么啊 爸爸称伟大 很好啊 很温馨啊 自己没有发觉到的 可是把他们小孩子在图画上边 带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觉得说 哦 我们的一举一动在孩子的面前是那么重要的 不管是穿袜子 盖棉被 父母的一举一动 都会深深影响到孩子 幼儿园透过活动 让亲子把对彼此的爱展露无遗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冰城报导 好啊